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在华人圈子里无人可以复制 赎金这个记录被打破 对于体育整体发展而言是喜 对于篮球这个项目而言是有 其实陈美燕的1600万大合同并不容易 她早在2012年就在美国之邦大联盟巴尔蒂摩金英队效力 在守备位置投手上一打就是六年 要知道 六年时间 足够一名小学生变成大学生 而陈美燕的成功 不也正是从小学生到大学生的飞跃吗 在美国 篮球 棒球 橄榄球 冰球都有非常不错的大联盟和发展联盟 而且一个项目还不只是一个 比如NBA发展联盟 就是我们的大魔王调整状态 为国家对比赛设立的大舞台 尽管和NBA相比 发展联盟工资不高 但是如果没有在低级别联赛中的磨练 很多球员都不会在NBA成绩的 我们的偶像姚明 也是在中国CBA大拼了几年 为上海南篮拿下总冠军之后 才能得到NBA休斯多火箭队队的青睐 但是 姚明开拓的华人年薪最高的记录已经被打破 我们不能小看年薪 这不是一切向前看 你们没有发现 现在的斯诺克都是按奖金排名了 这是一种新的激励机制 在篮球被棒球超越的情况 华人篮球运动员真的要加油了 比如周琪就一定要加油 一定要在NBA打上球 让国内黑他的人彻底闭嘴